你怎么惹祸行凶 却不去说是我的徒弟 若说出半个字来 我历史就知 到那时 定会把你的狐孙剥皮错骨 将神魂变在九幽之处 孙悟空的后台到底有多硬 只因误闯煽动 谁知竟被菩提佬祖意外收作关门弟子 不仅习得上古密法金斗云 就连七十二遍 都能被孙悟空修炼的手道擒来 可毕竟作为一个猴子 骨子里还是改不了生性顽劣的平行 趁着菩提祖师不在 孙悟空就在师兄弟面前 大肆炫耀起自己的法术 等菩提祖师见到这一幕 也是当即让孙悟空原地离去 一听菩提祖师要赶孙悟空走 一帮师兄弟也是连连上前求情 可此时的菩提老祖早已下了决心 当即就让孙悟空哪里来就到哪里去 看着师父心意已决 孙悟空也只好遵循世面 在菩提老祖的教会下 原本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 早已有了七情六欲 在给师父擦了最后一次皮血后 孙悟空刚要离去 却被菩提祖师一声叫住 胡孙且慢 孙悟空以为是师父回心转意 不再敢自己下山 刚要回头叩拜谢恩 可谁知 听到此话 孙悟空也是一愣 只因菩提祖师深知他生性顽劣 如若将师门说出 恐怕会败坏自己的名声 虽说菩提祖师如此严苛的对待 可毕竟是孙悟空的受到恩师 刚要起身跪拜 下一秒 菩提祖师的拐杖知识碰了下脑袋 孙悟空就被传送到了一处山巅之上 等他再次醒来 一拍脑门 就回忆出与菩提祖师的点点滴滴 师父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回去了 在一阵叩拜过后 孙悟空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 在天空一阵腾云驾雾过后 竟像巨皮S般飞回了花果山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孩子们 你家大王回来了 在小狐孙的一阵欢呼下 也是将孙悟空簇拥到了水帘洞中 当一群狐孙问起他的本领师从河门时 孙悟空也是想起菩提祖师的警告 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在向天空连连摆手后 孙悟空当即表示自己是自学成才 随着他将外面的所见带到了花果山后 混吃等死的狐孙们也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有弓箭手 就连近战搏击练习的也是不亦乐乎 等到孙悟空习得法术大臣归来后 牛魔王见状也是一阵生气 只因他早已基于花果山已久 此刻的孙悟空 拿起把大砍刀就展示起了法力 可只是随便玩了几下 手中的宝刀瞬间被折断 眼看没有衬手的兵器 孙悟空也当即想寻找个衬手的兵器 眼看他此事已经神通广大 胡孙们也当即说出一个找寻神器的好去处 一听龙宫内宝贝无数 孙悟空当即也是一个大跳进入水中 可刚游到龙宫入口 就碰到巡查的蟹匠 随着蟹匠来到龙宫内禀报 将孙悟空这号人物说出后 也是让东海龙王一愣 自己住在水帘洞下千年 怎么还突然冒出个美猴王来 一听到尖嘴猴塞 龙王也是将孙悟空当成了个普通猴子 在蟹匠要将孙悟空赶走时 孙悟空见状就要硬闯 可蟹匠也不是好人的 当即拿着叉子就戳了上来 等孙悟空反手一把抓住后 眼看蟹匠如此无礼 当即就要将这龙宫闹得天翻地覆 在一耳光将蟹匠扇晕晕后 孙悟空只是原地蹦了蹦 龙宫竟顿时天地倒立起来 眼看孙悟空的法力如此了得 就算是龙宫里的东海龙王 也是连忙带着虾兵蟹匠当面赔罪 你就是那个龙王老儿吗 你还见不见老孙 谁说不见了 都是我手下的办事不立